马太福音第八章 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 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 诸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 耶稣伸手摸他说 我肯,你洁净了吧 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 耶稣对他说 你切不可告诉人 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 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 对众人做证据 耶稣进了加百农 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 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 躺在家里,甚是疼苦 耶稣说 我去医治他 百夫长回答说 主啊,主啊,你到我设下 我不敢当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仆人就必好了 因为我在人的泉下 也有兵在我以下 对这个说 去,他就去 对那个说 来,他就来 对我的仆人说 你做这事 他就去做 耶稣听见就稀奇 对跟从的人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么大的信心 就是在以色列中 我也没有遇见过 我又告诉你们 从东从西 将有许多人来 在天国里 与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一同作习 他就退了 就吩咐渡到那边去 有一个文士来 对他说 父子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要跟从你 耶稣说 湖里有洞 天空的飞鸟有窝 人子 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又有一个门徒 对耶稣说 主啊 如我先回去 埋葬我的父亲 耶稣说 任凭死人 埋葬他们的死人 你跟从我吧 耶稣上了船 门徒跟着他 海里忽然起了暴风 甚至船被波浪掩盖 耶稣却睡着了 门徒来叫醒了他 说 主啊 救我们 我们丧命了 耶稣说 你们这小信的人啊 为什么胆怯呢 于是起来 斥责风和海 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 众人稀奇说 啊 这是怎样的人 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耶稣寄妒到那边去 来到加达拉人的地方 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 从坟营里出来迎着他 极其凶猛 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 他们喊着说 神的儿子 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 时候还没有到 你就上这里来 教我们受苦吗 离他们很远 有一大群猪吃食 鬼就要求耶稣说 若把我们赶出去 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 耶稣说 去吧 鬼就出来进入猪群 全群忽然闯下山崖 投在海里淹死 放猪的就逃跑进城 将这一切事和被鬼附的人 所遭遇的都告诉人 合成的人都出来迎见耶稣 既见了 就要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